于月仙是演过谢大脚的角色 因此走进了许多观众的心中 然而 他的离世却让人感到惋惜和痛心 在他的生命中 有一个人始终陪伴着他 那就是他的丈夫张学松 他们之间的故事充满了坚守 尊重和爱意 于月仙的去世引发了一些争议 有人质疑其中是否存在阴谋 然而 在面对这些猜测时 我们不应忽视 他与张学松之间的情感 在婚姻中 两人一直以坚守和尊重为信条 共同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 于月仙的离世 让张学松失去了至亲 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沉沦 反而展现出了坚强和责任感 有些人指责张学松 对于月仙去世后的行为 质疑他的点赞 和社交媒体上的一些举动 然而 我们不能忽视 这可能只是生活中的一小部分 而不能代表他们之间的真正情感 张学松或许是想以这种方式 继续与世界保持连接 或者是想表达对于月仙的怀念 更令人感动的是 于月仙去世后 张学松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他父母和弟弟的责任 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体现出他对于月仙的家人的尊重和关心 也彰显了他作为一个丈夫的责任感 他的行动证明了他对于月仙的感情 并没有因为他的离世而减少 反而更加深刻 于月仙与张学松的故事告诉我们 情感的坚守和尊重是婚姻中最为重要的 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变化和困难 他们始终相互支持 共同前行 于月仙的去世是一种遗憾 但他在适时的情感和回忆 将永远留在张学松的心中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 于月仙和张学松的故事如一盏明灯 引导着人们去珍惜和坚守真挚的情感 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 爱情需要包容、理解和坚持 它是一种不容忽视的力量 能够温暖人心 让生命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